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玩辅助没事的时候啊 总是溜达 瞎逛 那有人就问了 那我怎么才不算瞎逛呢 问的好 首先你要知道 辅助最基本的是什么呢 眼观三路 耳听八方 就比如我这一局 我刚复活正在赶路 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盯着地图 分析吧 对面红开 这个时间刚刷完蓝局 你们说现在谁的位置有危险 还用想吗 中单呢 所以我们直接往中路去 你看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虽然我残了 但我们家中单还活着 对面打也还费了个大招 即使这样 我们还是打了个一换一 那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对面这个阵容 跟我们一换一是亏的 所以问题不大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双方进入僵持期了 是不是感觉自己没事做 不知道去哪 那怎么办呢 看地图啊 谁有危险 还有我说吗 我们直接上去 你看来了吧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反手一个大招 马可再跟上一个大招 拿了吗你 然后我们就死了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虽然我们死了 但对面中塔没了 这叫什么 这叫经济互换 我们亏吗 我们不亏 所以问题不大 那对面中塔没了 我们的节奏自然就打开了呀 队友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 三个主攻 送我脸上来了 拿来吧你 这就是玩辅助 看地图 眼观三路的作用 你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你怎么会瞎逛了呢 是吧 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 队友 两个在上路 两个在下路 我们该往哪去呢 这还用说吗 下路大招都交了 你能不去吗 你好意思不去吗 那人就说了 他们这是烂的 你管他们干嘛呀 那这就是格局问题 我虽然没给他套上盾 但是我套的是什么呢 是人情 他心里舒服 得劲 但这时候对面又来了 我又没套上盾 我套了个什么 套了个事故 他没了 会怪我吗 不会怪我 这就叫人情事故 所以问题不大 但问题又又又来了 上到高地了 推不上去 没事了 很多辅助又不知道做什么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想办法找事 虽然他们不出来 但是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拿来吧你 看完视频 你说你没学会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教你 那是人情 你没学会 那是个事故 所以不点关注 你好意思吗 不好意思 拿来吧你